疫情爆发,让国内民众忧心忡忡,不敢出门旅游,每个行业是生意惨淡 不过,复理箱的复理农会米,反而是大买 尤其是宅配暴增了五倍的业绩 也有企业看准复理干净,无毒,农药残留的米,任养稻田 自己带着公司的员工,亲自体验心灵福田米的收获 整片稻田绿油油的稻塞在围风吹个摇摆,令人看得湿情画意 这里就是复理箱农会旁边有国内知名企业所任养的心灵福田 在疫情紧张之下,企业老板还带着员工来放松心情,体验收获的乐趣 从高空鸟看就知道,来到这里没有疫情,空气又好的复理箱 大家放开心情都挂在脸上 那这一个福田呢,是故事要从去年开始 那我们去年在稻田办了一个稻田餐桌 那刚好呢,我们这里的那个游客也很多 那有一家旅行社 旅行社,那他就是要找花东的点 他就刚好看到了我们这个办的活动 那他就突发奇想,那就是跟这一次东正公司 他们洽谈来这个地方造这一块田 福里的米好不好从这群来自高雄的游客 每人手上至少买上两大包就知道福里米好不好吃 像是某话的那种香味 这几天国内爆发让大家忧心忡忡不敢出门旅游 每个行业生意 这几天国内爆发让大家忧心忡忡不敢出门旅游 每个行业生意惨淡 不过福里香农会的米饭额大买 尤其是宅配暴增五杯野鸡 当各行各业忧心快关门歇业 福里香农会的米能够在疫情当中杀出一条生路 记者高雄收福里香采访报道